Hello大家好我是韦伯 欢迎来看我 今天又带大家来看房了 在普西今天大金安地区 这边就是那个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这很多老小区都加装了电梯了 我们这个是在几楼啊 二楼 二楼其实都用不上电梯 门口就是电梯啊 谢谢 这个厨房 今天是两个人多的吗 对 两个人多 这边是两个人多的地方 这是两房改的一房吗 对房间在这儿 这个好像有在网上 这个好像是在外面有 这间房里面是有对外的对吧 我是内网的 我好像有看过这个的图片 还是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呀 我有点记不清了 这个是啥时候入住 是随时入住的是吧 对 是跟房东签还是 你 这个是那个房吗 省心租的吗 省心租的 啊 这个是多少钱的 省心租不是要是一个手续费的吗 5500 服务费 没有可能 8%对吧 对 对 440 付费什么 付费一个约是440 啊 它的公司包含就是 有什么事情 缓夹的话 只要是在线 其实跟这种差不多 那个我知道 我现在租的就是省心租的 那像这样墙 你们会处理的吗 就是说再刷一层 对 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是顶楼嘛 然后我下暴雨的时候 它也是整个脱落的 然后它是有让人来修的 但好像修墙体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这个得先问一下 修墙体一般的话 要大面积脱落的话 会重新再刷一下 把这些产量再重新刷一层 你像它这个二楼 它在上面应该就是都是新弄的 对 对 对 明显 就明显 比较新 但是 对 就是材料比较一般的 但是像这边这种一整块的 这种一片的应该也可以处理吧 我觉得其他倒还好 就是这边有点韩子 但是可以问一下 因为这边也是我们 给房东那边就签的合同吧 嗯 但是如果要刷这的话 得跟夜里的商量一下 像我们要不动它这个结构的话 都没什么事情 不动结构 结构没什么 结构没有什么不要动 第二间 5302 跟刚一路房型完全一样的 这边是个厨房 这边是个客厅 它这个其实像一个那种一事后的公寓 厕所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 嗯 这也是一样的 前面有个小阳台 这个阳台跟我现在住的那边一样小 晚上看到它才光了 这个是多少钱 客厅那蛮大 但这边它这个给住客配的这些家具都 稀赖 这个5500 那楼下那个一楼 它有什么 主要是它那个 这个不是X3 它没有装的玻璃 它那边不是有个帘子吗 有帘子 这个值500块 一年6000 6000自己加一个那个玻璃 所以我就说一楼那个凭什么租6000 可能就是防御心态不太好 就是说啊 你说一楼 这样点架好租出去 你说这个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至少 地板和床嘛 都比楼下相对还好一些 一楼那个可能是金矿的 它还是一楼呢 我还怕它一楼潮 不过它那个一楼地板 可能比这个好一些 但一楼那个家具也是 这个差500只 差的有点太多 一样的呀 跟楼下 楼下刚才我印象里 好像是这个 这个柜子比较长一点吧 对 行来差不多呀 完全一样的格局 第三间 这套其实跟4516号客厅差不多大 我感觉 但它比较新 看这几套 其实门进来全是 进来 都是厨房 然后是卫生间 这边卫生间比较大 这边是不是漏水 厕所应该在漏水 也是个大客厅 这套跟451那套的客厅 看起来我感觉差不多大 但那边还有一个阳台出去的 这边好像没有 这是一个没有电梯的三楼 啊 房间比较新 衣柜比较大 它这个晾衣服咋晾 窗窗 往外 往外延伸的那种是吧 对 行行行不用开 今天那把这个门打开 我知道了 老小区的这种 这种我不太会 它这个有这个杆可能还行 这种拿那个杆为一次 我给你拿杆 然后就倾斜了 就挂在上面的衣服 全掉上去了 它不是这个有那个杆 那个就是挡的东西吗 你那个没有吗 就是一根棍啊 啥东西都没有啊 既然到底有的 它会有那个 所以我就有 那一次以后 我就我也买了这种东西 对 因为我真不会 那个太重了真的拿不住 全掉了 我还掉过一次被子 也是很崩溃 这套真的就是比较新 这套多少钱来着 我又忘了 那套五千五 后面那套六千 然后 五千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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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套其实还比那套便宜一些 对 这个面积都已经那个大了 嗯 有 有大一些 哦 有空调吗 啊 有空调 有的 有的客厅不给 对 对 对 因为我现在那个客厅就没有 对 因为我现在那个客厅就没有 然后客厅就热死了 真的 今天看房又结束了 这一站 最后这一间房这个小区离地铁站也是比较近 好像 呃 不过远了一站 比远的一站 也是三百多米吧 今天看这几家呢 除了中间啊 那个新的小区里面那个小的也是会不太新 我觉得因为离地铁站太远了 而且 虽然说它小区环境比较新比较好 但是它这个房 房子的环境不太新 里面破破烂烂的 给的那个地板啊 家具啊 都稀烂 但这两套就比较大一些 第一套和最后一套 呃 虽然说比较简单啊 但是 比较简单 我们倒是比较好能够自己收拾 折腾一下啊 自己填点东西 而且我们自己东西很多 而且它的虽然有些家具可能比较老吧 但是 我也是那种质量很差的三合半 那种用几个月就破了啊 伞啊 你质量太差了 好了 我先走到地铁站去 这就小区的一出来 其实就是马路 天上就是高架 这两套我看的感觉都还行 而且价格比上周看的稍微便宜些 而且 然后它的面积更大 比较简单更近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深得我心 所以这两家明天会带这家眼睛来看一眼 然后 那 这个 我们今天的 探房之旅 就这样咯 有时候看 欢迎评论转发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 然后可以讨论一下 或者你没有好奇的地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拜拜